交通局城鄉局台電建商公路總局京美公務段 公務局新公處等各相關單位排排座 這裡是淡水巴士里的辦公室 為了解決巴士一街口電箱桿的問題 在上次會看之後 發現現場問題難以解決 因此今天議員也親自出馬 再次邀請各相關單位前來演商 今天我們議員 蔡議員 協調我們新北市各局處的單位來協調 就是說上次上禮拜的時候 在我們巴士一街口這個候車庭 停車那個公車停靠的問題 因為上面有三根電桿 然後需要就是移到公園進來 然後因為今天相關單位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在當下 沒辦法做一個決定 然後議員要求他們就是說 在近日內 在最短時間內一定要做一個解決 將電線桿上的電電箱移到一旁的綠地 除電桿看起來是個很簡單的工程 但是由於綠地是由一旁建商 捐贈給新北市政府 如果要提供台電來使用 就牽涉到使用費用的問題 除此之外 這個綠地目前也有都市審議的相關問題在 無法直接將電箱遷移 為了找出能夠最快解決問題的方法 各個相關單位也在會中積極地交換意見 所有的來協商 因為這個要牽到那個 把電線桿維持的地方 牽到安全的地方就是綠代 那麼綠代對於這個租金的問題啊 我們今天有財政局跟城鄉跟金花 還有那個所有的單位都來 把今天再協調 協調好的話要儘快把那個綠線的電線桿 遷移到我們的利帶 放在利帶的地方 那給行程這個人型的安全啊 比較安全 把機車比較安全 公車竟在後面機車馬上切進內側車道 和汽車搶快 讓人看得是冷看之憂 希望在協商過後 能夠盡快地將電感移走 不要再讓這樣的場面 每年都在這裡上演 可以趕快還給民眾安全的道路 這陳博文帶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